接下來我們剛剛說 所以如果老師他今天想要輸入英文單字 他就要把單字把這個Squatch打開 把單字在這裡做輸入對不對 那可是假設這個老師他就跟你說 我又不用Squatch 連Squatch怎麼開都不知道 啊怎麼辦 或者是說你要在這邊一個一個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很麻煩對不對 你要把單字都貼進來是不是很麻煩 那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有 這個單字表是可以用匯入的方式 所以你這個單字表上面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匯入 有對不對 所以他你要有一個文字的檔案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丟進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弄這個文字的檔案 那首先呢 你要去開一個叫做記事本 記事本 好這個記事本呢 然後你把網路上找到的單字貼進來 好比如說 不要貼太多 好整個複製把它貼過來記事本 然後貼進來之後呢 這個不要的東西把它刪掉 全部刪掉 對不要的東西刪掉 留英文單字就好 然後一個字一行 好一個字一行 包括前面數字也不要 好所以老師可以直接用記事本 把它每一課的單字把它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好那我就把它存起來 檔案 另存心檔 我把它放在桌面好了 放在桌面我把它叫做第一課 好那這裡注意一下 那個點txt不要拿掉 把前面那個星星弄掉 第一課 好所以這個是第一課的單字 然後這裡呢 格式編碼這邊注意一下 UTF8最後一個 UTF8 所以你把你的 把你copy到的單字把它放在記事本 放在記事本之後把那個不要的東西都去掉 留英文單字就好 然後存檔 存檔存檔存在哪裡 自己要記得 桌面 好然後給它第一課 然後這裡記得UTF8 好按存檔 存好之後呢 你以後要來用那一課的單字的時候 直接在你的英文單字表按右鍵 匯入 然後桌面找到你的第一課 第一課 好按開啟就檔 這裡就會跑進來了 這全部都是第一課的單字 你可以比對一下 有沒有 就直接跑進來了 然後就可以直接 直接按 他就在這裡面選 所以下一次你要換單字的時候 你就去開第二課的單字 把它匯入就好了 這樣懂嗎 好老師就可以分課 分課把檔案給你 你就直接每次直接匯入就可以開始用 好 來 試一下 好 所以這個清單列表示可以用匯入的方式